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我非常荣幸当选了二十大的代表 因为我是来自阶层 特别是一名农村的党主书记 在农村这片广播的大地上奋斗了六十多年 能够得到了党组织的人可 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尤其是这次我要参加全国第二十次党代会 是我一生当中可以说最难忘 也是对我及我们广大农村支部书记的一种高度来可 我相信我们六十多之后肯定会给我们农村的那些新政策 行方阵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社会 向共同富裕迈进这种步伐肯定会建设 三江西村这十年来在各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 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说取得了良好的一种成效 第一是当年领上我们发护了各个素质的带动作用 主流了乡村善治的暴力 我们成员获得了全国乡村支离师范村 老百姓的幸福感越来越浓 在产业方面做得了产业领服平台带动 主流了乡村富民的结实 第三点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块发展起来了 就是说文化祝魂文明带动 主流了米利家园的幸福上 乡村的文化乡村的传承慢慢的形成了 我相信在下一步中国的农村会引来更多的人财 会产生更多的财富 能助推我们整个中国富强文明 我最难忘的就是 2018年6月14号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了我们三家习村 总书记对我们发挥几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 产业领服文化灵魂 文明改动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尤其是总书记提出了农业农村工作 所以前到晚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更激发了我们 党员群众感受创业的热情和意志 所以说三千七村会变得越来越好 希望香港的朋友们能有机会走进我们的家乡 来探一看 来体验中国的乡村不是过去的乡村 中国的乡村一样走向了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